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我们看到乌克兰战场在罗伯纪念方向呢 有些新的视频流出 在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左侧是一辆布莱德利 它的履带被打坏 在正前方呢可以看到村庄 这个视频当中士兵在依托这个被损坏的布莱德利进行战斗 我们说他所处的位置已经比较靠前 我们看一下地图 它处在了罗伯纪念的正北方向 我们上次看到的地图它实际上还靠西北侧 这是已经它已经靠前 并且说现在在罗伯纪念的东侧呢 也有比较激烈的战斗 所以在这个区域当中 双方的战斗还是比较激烈的 而且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呢 实际上是上周三的 8月16号的一些信息 已经是有点过去的信息 这是昨天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 袭击之后的一个景象 当时我们没有看到 因为天黑 据说这架无人机是被击落的 但是这也很难说了 它也造成了一些损坏 这是俄罗斯在袭击乌克兰的港口 据说这个粮仓有损毁 所以双方现在还都是针对对方的后方进行打击 美国正式同意了荷兰跟丹麦向乌克兰援助F16S 并且说在飞行员培训完之后呢 会同意把F16移交给乌克兰 我想F16进入到乌克兰 主要还是起到一个防空吧 制空权的争夺 目前来看呢 之所以这个F16进入乌克兰 脚步越来越快 还是应该说明乌克兰在地面战争 战斗当中还是困难比较多 在这里呢 我们顺道提一下猎豹防空车的作用 我们现在实际上对于猎豹防空车 现在对它能发挥的作用 现在也有一定怀疑 毕竟现在在罗伯纪念方向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侦查无人机 自杀无人机非常的活跃 如果说猎豹防空车数量比较少的话 那它在罗伯纪念方向 我想应该是有部署 毕竟在目前最受关注的一个区域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猎豹防空车的效果 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也就是说 它对海英石 还有对柳月刀 这种侦查无人机和自杀无人机 还是有一定防御的局限性 我们想的实际上猎豹在进入战场的时候 因为它的射程比较短 所以它要比较靠前 但这个时候它很有可能成为 对方炮火的一个目标 这一点可能也影响了它作用的发挥吧 但这方面的信息确实流露出的比较少 这个是在俄罗斯境内出现的一面 乌克兰的国旗 我们大家看一下它所处的位置 这个它实际上所处的位置 处在了莫斯科 莫斯科的东侧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离乌克兰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夏诺格罗德这个方向 这是反映出俄军在巴默木特作战的一情况 也就是俄军使用了光电侦察设备 还有激光测距仪 夜视仪等 它在一个制高点当中 你看它这个窗口当中有配有这些装备 然后它在制高点 布了这种反坦克导弹的发射据点 这是目前俄罗斯在巴默木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打法 下面我们来把 在乌克兰战场上各战线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天主要的战斗情况 它发生的地点 首先是在 库比扬斯克方向啊 大家主要的争夺地点还是在辛吉福卡这个方向 辛吉福卡 它处在德沃里奇纳啊 库比扬斯克啊 这个的东边啊 东边偏中间的一个位置 这是双方的一个争夺要点 另外在卢干斯克北部区呢 现在还争夺比较多的是比洛格瑞夫卡 啊也就在这个区域啊 这是乌军的一个突出部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的三面啊 是被俄军包围的 目前比洛格瑞夫卡啊 这个区域实际上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啊 已经比较长的时间了啊 另外在巴赫木特方向啊 俄军啊也发起了一定的进攻 他发起进攻的位置呢 是主要是西侧啊 我们说在伯赫丹尼夫卡这个方向 伯赫丹尼夫卡 啊就是北侧偏西的方向啊 这是巴赫木特啊 伯赫丹尼夫卡啊 另外呢是在他的南侧 南侧主要是进攻了比拉霍拉 比拉霍拉方向 比拉霍拉方向实际上我们看是 应该离库尔米九夫卡还是比较远的啊 可能应该是更贴近于库尔米九夫卡 这个方向吧 比拉霍拉这个方向 另外在阿瓦迪夫卡方向呢 主要的战斗区域 他是 我们要在他实际上离的啊 俄军啊 进攻的范围啊 更偏向于北了啊 也就是 克莱米克方向啊 克莱米克方向 也就是在这个方向 他从克拉斯诺 惠瑞夫卡方向啊 出来去克莱米克方向 这是在阿瓦迪夫卡的方向啊 另外呢就是进攻了啊马林卡 马林卡方向啊 最后呢一个方向呢就是 他在乌罗扎因方向啊进行了反击 乌罗扎因就是我们刚刚啊乌军宣布占领的区域啊 在这个区域当中前一天啊乌军还在扎维特尼也进行进攻啊 现在俄军啊向乌罗扎因啊进行了反击啊 这就是昨天大致的情况啊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啊 另外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未来呢可能有些视频如果审核啊比较麻烦啊 在有些网站通过不了的话我就可能换一个平台啊 在某些平台通过不了的话我就换一个平台 大家呢如果看不到的话可以找一下飞行490这个啊频道啊 这个频道在很多平台上都有